接下来是P 谁还会有可能用这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在哪里 来各位请重复一下 S 跟着我一起来 手举起来 S 来 come on everyone 来 S C A 然后 M Double M 两个M 接下来是什么 P 明白吗 了解请就有看一下 Scanber 来 So 谢谢 So 这样子把这个东西 本来是不是这样子用法 用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需要一个东西叫 你们看过一个东西叫做 3M的product 那3M的product 是某种样的 有吗 你那边有吗 有的话拿给我一下 谢谢 OK 我没有需要真正的那个product 这product你们一定有用 这是一个失败的产品 这个失败的产品 后来成为它最成功的产品 3M OK 这东西叫做什么 请开 请search 在google 你打 卖个官子 这产品做出来的时候呢 是他们想要做一种的贴纸 这种贴纸呢 是粘性要很强的 结果就做了一个失败的产品出来 讲它粘它又不粘 讲它不粘它又可以粘 可是又撕又可以撕得到 请问 这个产品叫什么名字 谁知道 谁知道举一个手一下 打开一下 yes 我show给你看 right 这个产品给你一个tips要不要 这个产品的颜色是黄色的 thank you 对了 给你们掌声一下 这产品叫什么 sticky notes ok 请看给你们看 sticky notes so这个sticky notes呢 本来是一个不成功的产品来的 他们不知道哪来用什么 后来 变成posted note 有没有 posted note 听过吗 把它 粘在你的电脑还是墙壁上 然后给你写下这个东西 可以随时撕下来 不伤害整个表面的 有看过 或者是用过的 麻烦请举一个手 打一个yes 点一个头 这个产品本来是一个什么产品 是一个 失败的产品 可是因为它put into other use 它put into what other use 请把它带出来 put into other use ok 结果呢 这个产品 从不能赚钱 到便能赚钱去 看过吗 这样子的产品 put into other use 用在其他的用途 所以当你的产品 不能用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想看它怎样子 put into other use 所以说还有 谁可以用得到这个产品 还有它可以用在 原本它的目的是哪来粘的 现在它变成 出现了一个新的功能 是适合那些 不要粘的人 但是神要提醒他的人 有没有 要不要给他一个掌声 谢谢 各位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的话 举一个手一下 当我在真正我的训练的时候 我会要求我们的团队 就是我们的全部的同学们 来上课的第一天早上 就学这个 然后下午 我会教我们什么叫 怎样子红海中 找蓝海的策略 Yes 我再给你们看一些 世界级的企业 怎样子变出来 从这边 变这通 变到一条路出来 明白 取手一下 明白吗 Agree 所以说本来不能做的生意 变成好作趣 能够明白的 请取一个手一下 Yes Yes 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们 做这样子的功课 和brainstorming 就是脑风暴 然后一只一只的 让他们 想出 怎样子把原有里面的 产品的成分 改良过 或者是 重新用scanper的方法 变成一个 不好卖 只有一个目的吧 想不想知道 有没有想知道 Yes 成为一个 好卖的产品 成为一个什么 这边有多少人 想要找到一个 变出一个 好卖的产品和服务的 请取手看一下 好卖的产品和服务 请举着手 举着手 放在你的耳朵旁边 来注意听 好卖的产品的关键 在于 一定要 改变一些元素 来跟着我重复 改变一些什么 一些component 或者是element 改变一些element 或者是一些元素 OK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Thank you 举一个例子 看过这个产品吗 你们小时候有看过吗 看过举一个手一下 Yes 这东西叫什么 Loterskate 是个轮子的 不好在哪里呢 很容易活倒的 你不小心你玩 你一定要跌到半时间 才会玩的 OK Agree Agree 举手一下 Yes OK 我想知道这边 有谁有玩过的 打一个me一下 谁有玩过的 谁有玩过Loterskate的 所以这边是很厉害玩的 打一个 Yes 打一个Oh Yes 你很会玩的 很厉害玩的 OK 我跟你讲 我 10岁就玩skate 玩到 差不多 给妈妈拿藤条 追着我跑三条街 OK 我是蛮会玩skate的 Unlessed 可是呢 跌到半时 后来呢 就在我 大概 我玩的时候是 OK By the way 我今年40多岁 不要问我真正年龄 多少岁 我40多岁 So 我玩的时候呢 是大概在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 各位几年级 四年级 就是很久以前 1980多年代的时候 不是有Rollerskating 这样子的东西 我就玩 给妈妈 追到我半死 然后呢 后来 在我 20岁那年 10多20岁的时候 出现一个新的产品 要不要看 要看 几手看一下 容易玩很多 不用这样辛苦 不用跌倒 要这样辛苦 要看吗 要给她一个掌声 来各位 这产品呢 叫做 Roller Blitz 再次给她掌声一下 Roller Blitz So 现在有一个 更容易玩的产品 要不要看 要的话 再次给她掌声一下 这产品呢 叫做这样子的 Nike的一双鞋 which 轮子在后面 你看到小孩子 在直接活过了 有看过吗 有看过 举一个手一下 Yes Yes 有吗 有吗 有看过 你们越来越没有举手了 你们可不可以 帮忙我 给我一点回应一下 至少我知道 我们还在沟通着 Yes or no Yes OK 给你们掌声一下 谢谢 这方法在哪里 各位 请告诉我 我们在哪里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Scamper在哪里 告诉我 S-C-A-M-P Put into other use 我们现在在哪里 Put into other use 我们在P罢了 各位 我们现在才在P罢了 我以为你要给大家掌声一下 Right 我们在P罢了 同意吗 我们现在P哪里 Put into other use 这样子用法 所以变成小孩子 懒惰走路 他不是在整个 Shopping Mall里面 Complex里面 不是skate过了 Zing 这样子过了 有没有 有吗 有看过小孩子 这样子玩的吗 有的举一个手一下 Yes 从哪里来的 从Lowler Skate来的吗 Lowler Skate 把它变成Lowler Bridge Lowler Bridge是这样来的 是从我们的 Ice Skating那边来的吗 走兵的Ice Skating那边 两个滑刀的 OK Now So far到目前 不好意思 还好的的话 打一个Yes一下 谢谢 Yes 我不知道他不是 是不是 什么样的Nike 只是我要 Show给你看照片 可能是真的 假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讲的是 例子 各位听懂吗 要不要看更多 要的话 请举一个手一下 Thank you Yes 这样子 再看 这个东西有看过吗 这东西叫做什么 Drone Right Drone就是可以 飞天空的吗 Drone一般上 以前是拿来做什么 拿来拍照用吗 不是嘛 后来 他们把camera 装上去 他们把Drone 加上一个遥控机 他们更强的是 他把Drone 加上一个 我们叫 Virtual Reality VR 它可以好像 让你真正在天空上飞 明白举手一些吗 Yes 你可以真正感受到 你整个Drone 在天上飞的感觉 而且可以拍video下来 他们拿来做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 它其实是包括 拿来做一些侦查的工作 军事 它可以拿来做侦查 包括一些农业 我们知道我们一些 认识的朋友 或是同学们 他们有这个 我们叫游中原 各位有什么 OK Klapa Savit OK 他们就拿这个 直接去看整个游中原 因为你不可能在整个游中原里面 整个山巴里面 去看你每个东西 通过这个 他可以收集数据回来 他就可以直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报告给你 明白了 举手一下 Say yes Yes OK好 Thank you 来给你们自己热烈掌声一下 所以说很多产品 都是通过用Scamper做出来 用什么各位 我们现在在哪里 S-C-A-M-P 我们要不要去E的时候 要的话请举手一下 Yes 要吗 来 E 什么是E E